今天是礼拜六 我们准备去另外一个镇看一下 现在待的这个地方叫托尔玛琳 托尔的意思就是塔 玛琳的意思就是墨房 所以因为这个镇以前有塔和水墨出的名 就是这个名字的由来 我们是到了另外的一个小镇了 这个叫Mobel 是一个海边的小镇 这是他们一个小square的雕像 做得真漂亮 这里头就有一个小market center进去逛一下 还是室内的呢 这是一个特别地方的 都是当地人买东西的地方 这就在居民区里头 这里都没有游客了 还有卖鱼的 一进门就闻着一个鱼腥味 哇哦 这海鲜真不错 十块钱 清理鱼 这应该是早逝 有的已经关了 现在是已经到了中午了 也有卖肉的 这真的是非常authentic 小孩也都打扮得这么可爱 走到这边就是它的公共汽车总站了 可以直接在这买票 看看这是它的居民区 挺热闹的 这就是它的Bus总站 居民楼是这样的 接上都特干净 现在去它这个居民区里头走一走 因为那个Bus还要等一会儿 他们这儿的老太太们都喜欢带花 这个镇也不大 所以它这个这种预算它主要的商业街道 但是什么都挺全的 吃喝都有 这边这餐厅的生意也挺 餐厅的生意也好 欧洲的这种比较小的城市 你看都没有高楼的 所以特别舒服走起来 一离开这个主要的街道 它这就马上就变得安静了 而且从前头走一点点 看那条街走到底就是海边了 它这也是 这叫什么海边的小镇 这就是不是商业街就很安静 在这就可以说话了 它这个现在他们中 这个西班牙是有siesta的 就是中午要休息的 他们中午休息是 休息好像两个还是三个小时 所以一到中午的时候 他就店有关门 到下午才开 这边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挺多的 现在这个壁石就在眼前了 现在到海边去看一下 还得去赶那个大巴 就是路过 现在已经过了一个马路 就是海边了 海边蛮漂亮的 如果下次有时间的话 会好好逛一下 这个外面也有卖东西栏挺多的 继续往下走 远处还能看到山 所以这个镇也是一山半水的 还是一山傍水 在我的右手边 右前方就是它的marina 就是停船上船的地方 左手边就是这些公寓 他们跟纽约那边的长岛完全不一样 长岛那是不让盖楼的 而且它这快摊键什么都有 挺方便的 听见鸟叫的多欢 现在在开始往回走了 往回走去赶那个大巴 去下一个镇 有点迈阿密的感觉 不过气候比迈阿密舒服多了 在这只要在阴凉地方一点都不热了 这边还有noodle bar和sushi 看来这边有一些亚洲人 或者喜欢吃亚洲食物的 太好了 我们的那个大巴已经来了 就是从这个趟 叫Fujirola去Mobel 就是这个地方 Mobel 这有一个大海桥 然后还有一个Mobel 一个Castle 有机会再来看吧 在这儿 外面就是海桥 这些房子都是零海的了 这边是海桥 有机会再来看吧 这边是海桥 有机会再来看吧 有机会再来看吧